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台中理中科学办这道题 那这里呢,它给了一个一次函数跟二次函数的图像 给了一次函数 它给了一次函数跟二次函数的图像如右 这里呢,相较于这两点P跟Q 那今天想要问下面这个函数图像 这个函数图像是什么意思呢 是把这个原函数做了什么 解连例 解连例呢,之后再移向 就会得到这个AS平 加上V加1的X 然后再加上C减K 好,那这里的关键概念呢 就是原本这两个函数图像 焦点的S坐标 对应到新函数呢 其实就是它的解 也就是新函数与X轴相交的部分 所以呢,这边 这里有两个解 对应到呢,这边有两个焦点 而且X呢,是会一一对应的 而且这个S坐标呢,会是相同 因此答案就是选向C 这题的背后概念相当重要 有时,我们要找方程的解 我们甚至可以逆向 把它拆成两个函数图像相交 见解 好 感谢观看